台湾钢琴家廖培君与旅居德国柏林的钢琴新秀陈伟 在柏林主显教堂举办钢琴演奏会 他们以精湛的情谊征服柏林古典爱乐迷 而廖培君也演奏台湾作曲家萧泰然的作品 把具有台湾特色的作品透过音乐介绍给德国的听众 台湾钢琴家廖培君与旅居德国柏林的钢琴新秀陈伟 正在练习四首联弹 两人手指在钢琴上快速流转令人叹为观止 他们在柏林音乐世界协会的邀请下 来到了柏林主显教堂举办钢琴演奏会 在台湾备受瞩目的年轻钢琴家廖培君 以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作为演奏会开场 他充满感情的诠释技巧 让整个教堂回荡着美妙的琴音 廖培君毕业于德国弗莱堡音乐院 现在为台北市立教育大学专任助理教授 他也特别为了德国爱乐迷 介绍台湾作曲家萧泰然的作品 视频的观众就很放松 然后就感觉跟观众距离比较近 观众的回应跟回响都比较直接 然后就是很很温 另一位李居柏林的钢琴新秀陈伟 是个年轻的大男孩 但他的钢琴技巧 音色以及诠释都令全场来宾惊艳 尤其是他弹奏 德布希的组曲时 如气如素 展现了非常成熟的演奏能力 廖培君与陈伟 两人四只手在钢琴键上狂飙 情意精湛 并且展现绝佳的默契 让台湾与德国在音乐上 有更进一步的交流 台湾宏观电视 陈思宏 德国柏林采访报导